三伏天最热的原因 三伏天是出现在小鼠与畜鼠之间 是一年中气温最高且又潮湿闷热的日子 三伏天的伏就是指伏鞋 即所谓的六血中的鼠鞋 三伏天之所以最热 是因为入伏后地表湿度变大 每天吸收的热量多 散发的热量少 地表层的热量累积下来 所以一天比一天热 进入三伏地面积累热量达到最高峰 天气就最热 另外夏季雨水多空气湿度大 水的热容量比干空气要大得多 加上平均风速较小 雷雨之前气压较低 这也是天气温热的重要原因 七八月份复热带高压加强 在复高的控制下 高压内部的下沉气流 使天气晴朗少云 有利于阳光照射 地面辐射增温 天气就更热